大家好,我是吉米 非常高興可以跟法國的朋友介紹這本微笑的語言 這本是我二十二年前出版的書 它是我第一本,就是我開始做繪本的前兩本書 那同一天出版 所以每次看到這本書,我就想出當時創作的心情 當時我是一個新人,第一次嘗試做繪本 然後我的對象不是畫給小朋友看,我是畫給大人看 所以在1998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年 因為我開始變成一個書的作者 微笑的語言是我獻給我的醫生跟照顧我的護士 因為我在1995年得了癌症 所以這本書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沒辦法在演講的場合朗讀它 因為我一朗讀我就會哭 我在生病的那段時間是住在那個不能有訪客的病房 然後有朋友來看我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窗簾拉開看他們 所以這本書事實上就是在畫那樣的感覺 就是隔著一個透明的玻璃 但卻是兩種不同的世界 那對我來說 這兩個畫面是當時我覺得最寂寞的畫面 特別是前面這個畫面 就是繁華盛開 然後人來人往 但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這樣的感覺 我在畫創作的當時我並沒有想到 這是很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說 原來我生病的那段時間的一種寂寞 一種不同世界隔著一片玻璃窗的感覺 已經進入到我的作品 我看見一隻魚 一隻對我雲笑的魚 不管白天夜晚 每當我經過時 牠總是搖搖擺擺的游向我 我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不曉得如何寫文字 所以我就靠不斷的朗誦來寫這個繪本 我教到出版社的時候事實上是沒有文字的書 但出版社建議說需要有文字 因為怕讀者看不懂 於是我回家就開始 一頁一頁的打字 然後我用朗讀的方式 所以我在朗讀微笑的時候是 整個故事是非常有因運 因運的 我永遠一直像狗一樣忠心 像貓一樣貼心 像愛人一樣深情的魚 那這麼簡單的文字 就是靠我每天 一邊寫邊大聲的朗讀出來 然後記住我的圖畫裡面 所以後來就變成我在寫作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要大聲的朗讀 那我從大聲的朗讀中 看順不順的 一直去修改我的文字 我在做繪本創作之前 我在廣告公司做了12年 上了12年的班 那大家知道上班族 對家的附近 實際上是非常陌生 因為我可能 上完班回家就睡覺 或者去玩 然後回家睡覺 然後第二天早上又去上班 所以對我們家附近的 街道啊 巷弄啊 攤販啊 商店我都覺得跟我無關 但後來因為在家工作 後來生了一場病 我就慢慢開始對我住家周遭 開始產生了一種親密的聯繫 所以在這本書 這個 這個男生 這個男主角也有同樣的情形 然後他藉由一條魚 在半夜 帶著他在這個城市裡走 他才慢慢看見 原來他的生活 白天夜晚是不一樣的 那藉由一條魚的帶領 他重新走進了一個 他所忽略的世界 然後靠著一條魚 他才的一個夢境 一個穿梭不同時空的情境 他才體悟到唯有放手 才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 其實有時候我很難去講 我一本書我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我在創作的時候 並不理解 我為什麼這樣做 但是我 我的直覺告訴我 我要這樣子做 那通常都是很多年之後 我才慢慢明白 我當時在畫什麼 那這本書簡單來說就是 一個釋放 一個逃離 一個釋放 一個獲得的一個過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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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羨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